TPS娛樂圖條追星情報戰 今天下午要帶大家來追誰呢 今天又來看啦啦隊女孩了 因為今天中性啦啦隊 PASSION SISTER裡面的成員 春春是來到了她的代言活動 而現場可以看到 其實不只是她 還有其他的PS女孩 也是紛紛都來到了現場 跟球迷們一起同歡 今天不只是有她代言活動之外 也會跟球迷一起來玩一些闖關的活動 所以可以看到現場的人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不過呢 春春近期就有一個好消息 因為她自己就說 她12月1號的時候 就要前往日本的秋田 來參加一個一日啦啦隊的活動 是誰的呢 就是中性特工隊籃球的啦啦隊 她也分享說 第一次參加這樣子籃球的這個嘉賓互動 她也覺得很緊張 讓我們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非常期待 因為自己沒有去做過 就是類似像是嘉賓的活動 然後這一次就是因為那個籃球那邊 就是秋田喜悅有做一個主題日的活動 然後就接洽之後就是沒想到自己有這個機會能夠到日本去 因為其實也非常久沒有到日本做活動了 所以自己也非常期待可以在秋田喜悅跟日本的球迷們見面 好可以聽到其實秋田喜悅說自己呢是非常的興奮 而且也是很緊張 而且已經有學了新的的應援舞曲 還有新的加油口號了 不過呢最近呢還有一件事情呢 大家應該也是有在關注的 就是在昨天呢台韓的12強棒球賽 是在台北的大巨蛋開打 而秋田呢雖然這次是沒有加入這個應援啦啦隊的活動 不過呢她也是在家裡看了這個球賽 她也說呢這次看球賽 她其實自己也是相當的激動 而且非常的興奮 看到台灣隊贏的時候 她也是興奮在家裡大叫 讓我們聽一下稍早訪問 我昨天是在家裡看 電視前面看 然後其實我昨天有拍到那個 陳成輝的那個滿冠炮 但是呢我要拍是不小心拍到的 因為他的上一棒是那個阿坤 然後我其實本來是要拍阿坤 我想說阿坤看起來很有氣勢 然後我就拿著手機 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準備要錄的時候 天啊 就不小心錄到 陳成輝的滿冠炮 然後我就整個在家裡尖叫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就是整個興奮到不行 你自己一個人看嗎 我自己一個人看啊 因為今天有活動 她自己也說了 只有她自己一個人在家裡看球賽 其實可信度應該還是滿高的 不過最近又有另外一個議題呢 就是啦啦隊女神李多慧 她最近是遭到了狗仔跟蹤還有拍照 而這件事情其實群群她也分享說 她自己之前在前陣子的時候就有遇到 有一些比較瘋狂的男粉絲 有對她做一些跟蹤的舉動 最後是幸好是被旁邊同行的人已經攔下來了 問她說為什麼要接近呢 她就說她只想跟群群講講話 讓她覺得非常的害怕 她就說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她在參加每一場活動 活動結束之後她都不敢直接回家 而是會先去朋友家之類的 就不會直接回到她的住家 她也說其實球團都有跟他們說 在球團如果遇到跟蹤的話 有一些一定的SOP 都可以向經紀人求助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這就是今天的追星情報 再來聊到這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輝贏